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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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對同樂遊戲的始祖之一 轟炸超人回來了 轟炸超人系列是許多玩家 從小玩到大的經典遊戲 遊戲玩法簡單卻樂趣無窮 不論男女老少都很適合 讓我們一起來場狂轟猛炸 激烈對戰吧 轟炸超人第一部作品 在1983年發行 到了2018年突破100萬套的銷售 官方為此舉辦了回饋活動 沒想到竟然是100公尺的高空彈跳 天啊真是太瘋狂了 而系列最新作 超級轟炸超人R 玩法延續整個系列的精神 除了保有棋盤式關卡的遊玩感受 更加入了新的立體機關要素 讓遊戲除了簡單操作 更有深奧的遊戲性 遊戲採用了3D方式製作 畫面更為華麗 玩法上除了一到兩人的遊玩模式外 還有50關以上的故事模式 與刺激的頭目戰 而遊戲中也準備了各式各樣的道具 讓多人模式玩起來更緊張刺激 遊戲進行了多次改版 追加新角色 新關卡與新模式玩法 原廠不定時也會推出特別的合作角色 除了外觀不同 每個都擁有獨特的特殊能力 像是攻擊型的士官掌 速度型的魂斗羅等等 新增的錦標賽模式 讓玩家可以分為兩隊最多3對3的組合 感覺像電競比賽一樣的隊伍戰 其勝負的關鍵就在於活用各式特殊技能 採取具有戰略性的團隊合作 該作品在多人參戰的情況下 節奏緊湊不怕有人無聊 規則簡單即開即玩 一場的時間通常不用幾分鐘就會結束 小孩可以玩得開心 對大人來說除了鍛鍊眼力與手術外 也是一場人性大考驗 友情與勝利你會決定哪一邊呢 快逃走吧 小心被關廁所囉